16岁的克莱尔正在画38岁亨利的素描 但却是幻想中的国体版本 克莱尔还在一旁洋洋得意 但亨利却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他的小举动 突然亨利注意到周围有动静 肯定还有其他人 因为此时亨利已经38岁了 他猜测可能是克莱尔的家人 因为他已经见过克莱尔的家人了 然后明智地笑了笑 因为他说第一次见到克莱尔的父母时 克莱尔的行为很有趣 回到现在20岁的克莱尔正开车送28岁的亨利去见父母 亨利非常紧张 生怕飞车途中突然穿越 然后在历史中的某个时刻 会突然出现一滩自己被撞烂的肉酱 而大胡子也因为之前的不愉快 一直在给亨利打电话 毕竟两人日后关系愈加密切 但亨利不合时宜的玩笑再次激怒了大胡子 他在得到国际友好问候语言后就挂断了电话 大胡子实在想不通两人今后如何成为朋友 当我来到克莱尔母亲家时 父母非常欢迎亨利 他们一家子都是职业律师 但偏偏这个弟弟老是刁难出来嫁到的亨利 亨利想转移话题 称他的大胡子朋友也是一名律师 但他甚至不知道大胡子的全名是什么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一旁的克莱尔插话打圆场 这才解救了亨利 回到房间亨利看到了克莱尔和老亨利的秘密花园 所以他想去看看 但显然克莱尔并不想带亨利去那里 因为那里只属于他自己和老亨利的回忆 而不是现在年轻的亨利 而且亨利还随意扔了自己的跳起 这让克莱尔非常生气 但看出端倪的亨利也有所不满 认为克莱尔是时候放下过去 去和现在的自己好好度过人生了 可惜气氛烘托到位 却到了午餐时间了 正当亨利正在洗漱时 门外突然闯进一个小女孩 开始对亨利上下其手 原来这个人是克莱尔的妹妹 她一直以来都了解亨利的存在 所以非常好奇 当她听说亨利要来时 她就过来看看顺便测试一下未来姐夫 并提醒她去看地下室的那幅画 但此时的亨利并不知道这幅画 姐姐走后亨利打算继续洗漱 没想到这个时候就突然穿越了 克莱尔只能谎称亨利有点晕车 只好把午餐改成了晚餐 亨利一落地就与机车党对战 虽然一开始他占了上风 没想到对方却叫来了一众同伙 将亨利打得遍体鳞伤 这时远处开来一辆汽车 车上下来的人正是大胡子前来救援 一番威严恐吓之后 成功地下退了这群步伐之徒 原来一切都是亨利自己安排的 回到未来写下时间和地点 然后告诉过去的大胡子在这个时间点去救他 面对自己浑身的伤 亨利没有告诉克莱尔刚才发生的事情 只能先简单处理一下 硬着头皮去参加晚宴 克莱尔还假装两人小情侣正在磨合吵架了 所以亨利迟到了 但看到受伤的亨利后也惊呆了 由于两人之前没对好口径 所以说出的事实完全不一致 幸亏一番打马虎眼才转移了话题 可律师弟弟又开始找麻烦了 面对家人的跌跌不休 这让克莱尔再也忍不住心中的不满 家庭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克莱尔忍受不了家人的不理解 甚至是恶语相向 丢下满脸伤的亨利就跑回房间 亨利很是担心自己的女友 就去到房间想去安慰她 可以打开房门 只有空荡荡的房间 看见打开的窗户 妹妹煞时间明白了 姐姐一定是又去往他俩的秘密花园躲避了 看着克莱尔为自己画的画 亨利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落寞的克莱尔独自端坐在石头后面 心中无比思念着那个陪伴他13年的老亨利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低沉且熟悉的声音 回头一看那人竟是自己心心念念的老亨利 可看清他脸上的瘀青之后 才明白他还是28岁的亨利 他愿意为了自己变成他所爱的模样 克莱尔也感到无比动容 亨利与克莱尔的父母见面后 两人就开始筹划自己的婚姻 当被问及父亲是否会参加时 亨利脸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自从母亲意外去世后 父亲就开始不停酗酒 每当他看到亨利 他就会想起所爱的妻子 父子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淡漠的 很少有过深的交流 直到16岁时 亨利和穿越过来的另一个亨利一起吃自己 被父亲当场撞破 随后亨利坦言自己是一名时间旅行者 见证了父母的相遇和爱情以及结婚生子 但此事依然是父子俩心中共同挥之不去的心结 成年之后亨利也很少去探望父亲 但大婚之日不能不没有父亲 亨利只能带着未婚妻去登门拜访 虽然母亲依旧是父亲的阴影 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有所缓解 看着即将结婚的儿子与儿媳 露出了多年来少有的笑容 亨利也稍微放缓了父子俩平日里的关系 然而此时的亨利也开始出现了问题 由于婚礼临近 亨利开始变得越来越着急 从而更频繁地穿越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身处陌生的房子里 随后他意识到这就是他未来的家 但亨利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这辈子都不可能买这么大的房子了 然后他真的偷偷记录了以后的中奖彩票 给了克雷尔富足生活的保证 而屏幕前看着婚礼录像带抽气的老太太就是克雷尔 这也是亨利一直担心自己将来会发生意外 让爱人从此以后孤苦伶仃 在一次时光旅行中 亨利发现克雷尔时不时的哭泣和抚摸盒子 他打算偷偷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可惜没有成功 克雷尔也安慰着担惊受怕的亨利 随着婚礼的时间一点一滴的靠近 亲朋好友们也陆续做好准备 各种焦虑的叠加下 让亨利的担忧与日俱增 为了不再自己在婚礼上突然消失 吓坏众人 亨利想到了自己曾经那放荡岁月 准备通过服用药品来降低体内的多巴胺 男人亨利是名时空旅行者 他可以任意穿梭到人生所在的时间节点 他提前记住彩票投奖的号码 然后告知给过去的妻子克雷尔 这样一来两人就能轻松筑起几百瓶的大豪四了 可好景不长 随着年轻亨利即将与克雷尔踏入婚礼的殿堂 亨利的不安感也随之急来 他开始频繁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当中 见到各种他不想见到的画面 为了保证自己顺利度过婚礼那天 他决定去找老朋友要点药片来稳住自己 这也许能抑制他的时空旅行 但刚吃完他就穿越到了未来 这一次在暴雨中看到克雷尔和未来的自己 不知为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再次穿越又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自己 然后他来回穿梭 在不同的时空里来回跳跃 似乎还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女儿 当然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葬礼 终于他们再次来到了两人争吵的时空 找到了克雷尔当时哭泣时触摸过的盒子 那是一个装满燕韵棒的盒子 亨利立刻明白了 于是他找到了这个时空的亨利 了解了事情的始末 此时亨利已经36岁 原来两人以后想要一个孩子 但孩子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学会了穿越 他们尝试了五次都没有成功 每一次都以为是最完美的一次 但每次都含恨流产 为了不让克雷尔再次经历这一切 亨利秘密进行了结杂手术 克雷尔知道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觉得亨利十足的自私 28岁的亨利听完后也非常生气 一拳将36岁的亨利打穿越了 屋内的克雷尔也发现亨利此时是28岁 算了下日子 克雷尔顿时非常难受 因为他知道今天是他重要的婚礼之日 另一边新郎团们同样慌乱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亨利两鬓灰白 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但为了让婚礼顺利进行 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36岁的亨利虽然从未参加过婚礼 但他之前看了婚礼视频 因此在头上涂了血油 至少能看起来显得更年轻些 至于是啥时候看的 就是现在28岁的亨利 正在和29岁的克雷尔一起看录像 从婚礼开始 克雷尔就发现这不是28岁的亨利 因为他闻到了一股很重的血油味 幸运的是一切都很顺利 众人也在欢声笑语中 贺喜这对心愿 看着28岁的亨利 克雷尔似乎心中 又唤起了声誉的荣光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用真切而动人的方式 勾勒出了一个虐心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亨利 是一个拥有时间旅行能力的男子 而妻子克雷尔 则是他生命中的重要存在 但是寻常人所理解的时间流逝对于亨利来说 却是混乱而无序的 再加上他时常穿梭于过去和未来 与克雷尔的相遇和分离成为了一把两刃剑 他们的爱情需要承受时间的摧残和阻碍 但这种坚持和执着 穿越时光的爱情却足以震撼人心 这不仅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软科幻美剧 更是对于人生对于时间的一次思考与启迪 当我们站在时间的岸边 回忆那些已逝的时光 被浪漫与遗憾包裹着 或许会触摸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柔软与感动 影天温暖的情感传递和美丽的画面 使人沉浸其中 仿佛自己也成为了一位时间旅行者 感受着那逝去的记忆和爱意